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情上的性向没什么问题 父母应该可以接受自己是双性恋 认为不能公开的人很辛苦 让他很心疼 此前网友一直把许富凯和曹亚文组合在一起 没想到是网友们凑凑对了 此前曹亚文谈到新年愿望 他表示自己最希望能跟自己最爱的韩兴苏智谢拍床戏 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 要他录点都可以 第二个就是希望能摆脱许富凯 他说自己一直没有桃花就是许富凯害的 因为两人十几岁就认识 出道后就被塑造为屏幕情侣 导致所有人都以为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还猜测他们两个已经结婚 只是没公开 就连他去夜市买的水果 老板都会问他 老公许富凯怎么没陪他来 更扯的是 他现在住的地方有管理员带收包裹 有次他去领包裹签完名之后 发现竟然有邻居跟许富凯同名同姓 而这位新来的管理员还很八卦 问他是不是真的跟许富凯住在一起 因为两人看起来就住在同一栋 对此曹亚文马上反驳说 没这回事 怎料他最近又说 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慢慢逼近约定的四十五岁 觉得感情一样不会变 就看彼此到时状况与心境再来决定 似乎有可能和许富凯升级成互为对方老伴 瞬间掀起外界热议 事实上 先前两人为了证明彼此的心意 曾在节目上激吻 让网友直呼 他们真的很般配 原来 许富凯和曹亚文 过去在节目中演出黄金广播剧 里面许富凯饰演茶室老板娘王彩化的儿子 而曹亚文则是被父母亲卖到店里当小姐 结果两人产生情愫 为了曹亚文不再被客人糟蹋 许富凯想尽各种方法 想要让曹亚文离开茶室 结果都是以失败收场 当下许富凯心急了 只好赶快向王彩化坦白 自己喜欢曹亚文 王彩化一时间无法接受儿子跟茶室小姐交往 于是要求二人证明彼此真的相爱 让他们两个现场舍吻 不然就不相信 他刚说完 曹亚文就一手将许富凯拉过来 用借位的方式上演技吻戏 还被王彩化很吐槽演得好假 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这桩喜事 节目播出后 网友更是直说他们才貌双全 做对真正的金曲夫妻 不负众望 越看越有夫妻脸 此外 还有媒体后来爆出 曹亚文与张三李四的团长张三走得很近 甚至由张三经营的安乐茂斯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也悄悄换成了曹亚文 对此 曹亚文出席活动时急撇绯闻 没想到现在又传出 他录音时想吐 遭怀疑是怀孕前兆 事实上 这是一个乌龙事件 他透露 当时在筹备资本专辑时 身兼制作人 每天都泡在录音间 压力非常大 甚至一度大道 一闻到吃的就想吐 但经纪人又怕他没吃东西 会伤到身体 没想到曹亚文喝了一口鱼汤 马上又跑去吐了 结果工作人员看到误以为是怀孕了 笑说你该不会是有了吧 好在录音 拍摄 MV等形成全都完成后 他想吐的情况彻底消失了 有过这次的经历 也让曹亚文意识到 原来压力会让身体状况变差 有此可见 他为了这张作品 真的是 忙得焦头烂额 而最终一切的付出都化为甜美的果实 凭借这张专辑 他拿下了闽南语金曲歌后的宝座 今年他又推出了第八张专辑自本 这张专辑是他的全创作专辑 也是他脱离就东家的首张专辑 有趣的是 他竟然和曾经绯闻对象 许富凯的《诗歌》差不多时期推出 这张专辑是非常有曹亚文风格的专辑 由于他私下喜欢听爵士风格的音乐 就把这样的曲风带进了《你男语歌曲》里 他认为 《你男语歌》不一定要很苦情 也可以很轻松 其中的歌曲《九命怪猫》 找来了草屯剪仔合作 是一首俏皮的情歌 草屯剪仔的成员阿仓 因为全明星运动会声势高涨 当被问阿仓是不是他喜欢的类型时 他连忙说 他们年纪很小 不要闹了 姐弟恋我不太好 曹亚文出生在台南 是家中的独生女 23岁从选秀节目出道 大家都叫他百万宝贝 其实他17岁年高中时 也曾参加过一个选秀节目 他回忆到我小时候还蛮肉肉的 那时大约80公斤 结果去比赛被网友笑这么丑 还想要当歌星 长得很像猪 唱歌就像猪叫 我当时年纪小的 看到这些留言 一开始不能调试 所以感到非常受伤 其实带来伤害与鼓励的 都是来自别人的意见 大制职场 小制学校 家庭 人待在群体中 不可能永远抗拒 来自他人的讯息 就好像力真和他的新二代朋友 不管再怎么杰出 还是有闲言闲语 针对他们的身份 在这个社会学会 接受不一样的人之前 被讨厌的勇气 让被贴标签的族群 暂且熬过了来自外界的中伤 而在经营亲密人际关系时 也需要被讨厌的勇气 曹亚文年纪轻轻 却已经凭着天生的好歌喉 以及力求突破的表现 成为了金曲歌后 但想起过去的往事 他也不是一路顺风的 刚出道时 被公司冷冻 等了三年 才发第一张专辑 当时的他陷入忧郁症 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举动 每天醒来 都会想我怎么还活着 最后是靠着粉丝的支持 才走过低潮 曹亚文十岁生了一场大病 自此诱饵失聪 但爱唱歌的他没放弃 参加歌唱比赛出道 得过忧郁症 走过低潮 拿下金曲台语歌后 被封为将会接班人的他 有着传承台语文的使命 以贴近年轻人的音乐语会 把台语歌唱得很放松 当时他不敢大意 赶紧去医院检查 最终确认听力的确下降了 医生分析 可能是耳朵使用过度 建议他让耳朵休息一下 但音乐制作在即 他只好先认真的把专辑完成 之后再完全不碰 任何音乐相关的东西 果然 休息过后 听力就恢复正常了 曹亚文坦言 希望另一半年纪比自己大 但不要超过45岁 最好不要有小孩 因为他怕吵 喜欢安静一点的环境 而且 小孩子很恐怖 也希望对方不要太爱讲话 最好是可以照顾他 另外 也自曝 自己是个手控 而专辑里的最后一首歌 是《爆一个》 他唱起来声线轻柔 他坦言 这是为同志写的 要写给网红娜娜大师 起因 是婚姻平权公投那天 社会大众投给同婚 必须适用专法 造成许多同志内心受伤 娜娜大师也在直播上崩溃痛哭 他说 自己是娜娜大师的铁粉 他哭得很可怜 很想要拥抱它 他知道身为同志 都有一些压力在 所以 他写了这首歌 他身边也很多同志朋友 但对他而言 爱就是爱 没有什么奇怪 跟不合理的地方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细胞活性越来越低 他两年前就曾想过要动卵 但没有成功 他笑说 二十出头岁的时候 曾经有少女心 大学毕业就想要生小孩 因为想当的年轻妈妈 不想和儿女 看起来年纪差太多 后来跑去比赛 签约之后 念头就严荡 父母也曾经刀念 接近三十岁的时候 更是干脆让他生一个小孩 没结婚没关系 不然觉得生活有点无聊 他坦言自己是个工作狂 有一次明明已经答应好邀约会 但遇到经纪人来敲定工作时间 便毫不犹豫地选择推掉约会去工作 因为工作是稍纵即逝的 事实上 会有这个选择 是因为他刚出道时收入不稳定 荷包没进账 但饭还是要吃 生活还是要过 那段时间 他去早餐店要过吐司鞭 或到朋友家串门子吃饭 让他很是失智 慢慢地工作越来越多 反而让他害怕放超过三天以上的假 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已经不红了 金曲奖得奖后 曹雅文透露 父母以及亲朋好友都纷纷烧来祝贺 而音乐事业上的搭档张三 还特别传讯给他道恭喜 还问他爽吗 曹雅文笑说 因为还在典礼上 我就简单回了感谢两个字 不过之后有相约要一起喝酒庆功 曹雅文的一生跌宕起伏 希望他在之后的日子里 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